再来看下一张图片 国内奶粉的质量问题也是两会媒体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 这张图呢是3月2号上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 来到政协经济界驻地报道 面对记者谈到内地市民对一贯奶粉都缺乏信心的时候 周伯华机遇落泪 正所谓哪儿有泪不清谈 何况是一位堂堂的国家工商总局局长 公众对一贯奶粉的信心缺失 择乌庞大的其实是工商部门 三聚勤案毒奶粉 瘦肉精 地沟油 地下水污染 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